主席 各位列席官员 各位委員同仁 是不是請主席邀請王主委 主委長 那麼吳內閣上任之後 特別提出所謂的庶民經濟 希望政府官員能夠苦民所苦 以目前勞委會主管這些勞工的業務 我們都了解目前的勞工真的是非常的苦 那我們整體失業率目前達到 8月份時達到6.13% 那麼失業率這麼高 而且勞工普遍他限入工作的貧窮 很多人失業 但是有些沒有失業的 那麼他的薪水都偏低 所以陷入工作的貧窮 那麼尤其有很多的勞工 都是做這些非典型的一個就業 都是做臨時工 不然就是派遣工 非常的辛苦 那麼面對節節高升的失業率 那麼當時我們老委會 也特別針對於就業保險法的一個修正 希望能夠提高失業給付 由6個月延長到9個月 但是當時在第16條裡面 是授權老委會去做這個細部的訂定 但是以目前我們所定出來的草案 被勞工團體抨擊 是說看得到吃不到 甚至質疑這是冷血的內閣 那麼如果根據 老委會所提出來的 那麼就業保險延長失業給付期間 實施辦法草案裡面的規定 他要達到兩個條件都成就的話 那才會將失業給付期間 由6個月延長到9個月 那這兩個條件是非常嚴苛的 那麼第一個條件就是 就業保險失業率連續四個月 達到3.5%以上 另外第二個條件就是主計處發布的 整體失業率要連續四個月會降低 那麼如果以第一個條件 就業保險失業率連續四個月超過3.5% 我們目前整體的失業率超過6.13% 但是我們的就業保險失業率 其實只有達到2.5% 如果要就業保險失業率 由2.5%提高到3.5%的話 相信我們整體的失業率 恐怕要達到將近10% 我們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們整體的失業率達到將近10%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這是不容易達到 但是真正如果達到這樣的境界 那真是哀鴻遍野 所以很多勞工團體特別提出來 我們所定定的 將失業給付由6個月延長到9個月 所定定的這個條件太過於嚴苛 我請教一下王主委 你是不是會覺得這過於嚴苛呢 是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基本上因為我們其實非常清楚知道說 勞工在這波金融海嘯下面 他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如果在整個制度的建構的部分 能夠給勞工更多的保障 我們其實都非常願意去做 但是在這個暑假過程裡面 我其實跑了非常多的工會 其實勞工團體對於 是不是要延長失業 幾乎全面都延長到9個月或者是一年 其實是有不同的意見的 那因為整個原因有兩大點 第一點就是說我們其實在定這個制度的時候 參考世界各國的法律 大概找到日本跟韓國 那日本的制度是到 就會保險失業率是4% 那韓國的話是3% 是3% 那日本目前失業的情況其實 比台灣要來得輕微 比台灣來得輕微 他們都設到要達到4% 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 我們本來想照日本這樣的法律制度來定定 那但是問題是我每知道說台灣的人民 其實基本上會覺得 呃 延長失業給付 看起來 對勞工朋友的幫助 其實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不敢設到4% 我們就取日本跟韓國中間的一個點 是3.5% 那這個3.5的界限呢 呃 基本上 在處理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在2月份的時候 我們認定 初次給付的合付人數啊 大概已經達到3.8件 3.8萬件 那我知道失業給付其實可以領六個月的 所以 呃 尤其是我們在97年12月到98年3月之間 我們平均的見數大概是2.9萬件 差不多3萬件左右 那要達到 呃 如果 如果那個時候情勢沒有下降 一直一直升上去的時候 其實就 就會符合我們所謂的3.5這樣的一個要件 這樣一個啟動的要件 所以這是我們當初在定這個制度的時候 呃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考量 另外一個 我剛剛特別報告就是說 呃 公衛團體為什麼對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也有人會去認為說 呃 與其去 就失業給付的部分 因為我們中高齡跟身性障礙者已經都延長了嘛 所以 如果現在目前要去延長成9個月或1年的話 基本上針對的是 非中高齡就是一般的青年 一般的青年 那 在這樣的一個情境之下 是不是對一般的青年 我們要全面都給他延長到9個月 有沒有可能會造成一些負面的一些效果 譬如說養成依賴性 或者 對整個救保的財務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那麼有可能要去提高保費 要去提高救保的保費 然後結果 也是有全體的勞工朋友共同來承擔 那樣的一個負擔 這其實是有不同的一些考量 謝謝主委 當然主委你講的這個理由 似乎也言之成立 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我們是參照日本跟韓國 是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我們現在所定出來的這個標準 太靠近日本 離韓國很遠 如果按照韓國的標準 我們現在就可以領到9個月 當然韓國 那個是不是失之過寬 我現在提出來 韓國是三個條件之一就可以了 他三個條件之一 第一個條件就是 勤領就業保險的失業率連續 三個月超過3% 我們是連續四個月要超過3.5% 所以韓國是比較寬鬆 三個月超過3% 第二個條件 申領就業保險之失業率連續三個月超過3% 這是申請的部分 另外第三個條件 失業率連續三個月超過6% 也就是整體的失業率 他超過6% 就可以領到6個月到 延長到9個月 那我們現在失業率已經達到13% 如果以韓國那個標準 我們現在可以領到9個月 當然剛剛主委所提到的 當然也有他的部分的一些道理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也太過嚴苛的 那個以勞工團裡特別提到 這是看得到吃不到 幾乎不可能 如果要達到勞委會所定這個標準 恐怕整體失業率要達到 將近10% 我們很難想像真的10%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本期在這裡提出來 只是說我們是不是也定得太過嚴格 當然目前這個草案 還並沒有通過 我們老委會委員會也還沒有通過 所以本期在這裡特別請王主委 再去思考一下更折衷一些 當然不一定要跟韓國目前的標準 那樣困充的標準一致 但是也不應該嚴格到那個地步 如果照勞委會現在定的草案 是不可能達得到 謝謝委員的詩詢 我跟委員報告就說 韓國的標準 我承認它的確是比台灣來得鬆 但是韓國在啟動它的救護保險機制 之後兩個月它的救保就破產了 結果後來是用提高保費的方式來做處理 韓國的確它是那個標準比我們鬆 但是韓國也啟動過一次 也真的達到也啟動過一次 就啟動之後的兩個月 它的救保基金就破產了 結果後來全民要去提高它的保費 也能夠照顧到基層勞工 其實每個勞工他不會想到說 乾脆我不願意去找工作 我就去領那六個月 沒有勞工會這樣想 果然他如果領的話 領到六個月 多的話領到九個月 他願意失業嗎 其實沒有勞工願意失業的 所以他是不得已才會去領那六個月 但是實際上目前的失業率真的是很高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盡量去折中 不一定完全跟韓國的一樣 那個是過於寬鬆 但是以我目前所定的真的 我看不可能達得到 以我目前定這個標準不可能的 就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本期在這裡只是希望說 老委會再去慎重思考一下 盡量去折中 好不好 只是我們會再跟公衛團體再溝通 然後看怎麼樣一個配套的方式 可以來做一些應應 謝謝 那第二個問題再請教一下主委 那麼目前政府一直希望說 要簽ECFA 簽ECFA 當然有助於我們 產品的國際的競爭力 但是同樣一個政策 有利有弊 那麼簽ECFA之後 我們很多傳統產業就受到衝擊 那這些傳統產業往往都是我們 佔國內勞工的絕大部分 那這些勞工恐怕事業力又更提高了 所以要面對未來要簽ECFA 到底 老委會有沒有去思考到 簽ECFA之後 那我們國內有哪些產業影響最大 影響多大 然後我們應該如何來做配套措施 如何來彌補 是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為了應應ECFA 事實上我們在3月的時候 就已經邀請學者專家 成立了一個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對台灣勞動市場影響評估的一個小組 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開了7次的會 然後也委託了學者專家來進行一個 因應東協加1加2加3的一個 兩岸簽立ECFA 對我國就會市場的影響評估的一個評估的研究 那這個研究大概在10月中旬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完成 那我們除了做這個研究以外 我們也請經濟會出面 邀請我們跟經濟部來做一些協商 那也確定我們可以就內部討論的時候 來扮演一定的角色捍衛勞工的權益 那我們也積極在爭取對外談判的時候 可以由我們的代表在場 那我想整個ECFA對台灣勞工的影響 當然有些勞工是受益的 有些受益的產業有些受損的產業 哪些是比較會傷害比較大的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也看到在目前 我們看到一些毛巾業者 磁磚業者鞋類的業者都非常的擔心 都非常的擔心 那對於有一些 自己會覺得非常擔心的這些產業的話 基本上我們都會積極的來爭取 那麼希望他能夠在整個早期收穫的部分 不要排進去 而且放到最後面的產業 或者甚至於不要列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積極來 還有捍衛我們勞工的權益來爭取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補救措施 來幫助這些勞工 是 跟我們報告 其實我們也收集各國的立法力 我們現在目前已經在 研理因應整個法協助勞工的方案 簡單講就是說 對於這些缺乏競爭力的 這些敏感性產業的勞工 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我們不管他在內部轉型 或者轉型到其他同型的企業 或者轉型到一些收益的產業 這些職業訓練的部分 或者針對於因為這樣而受到影響的 萬一他如果失業的時候 如何在就業保險的機制裡面 來給他做一些處理 或者在所得有一些支持保護的一些措施 那像這些相關的一些制度 甚至於成立一個基金的部分 我們都在跟經濟部緊鑼密鼓的磋商當中 所以希望勞委會針對這個部分 因為明年恐怕馬上就要簽了 以馬總統制作明年初就會簽 所以這些勞工馬上就會面臨這方面的問題 希望勞委會能夠未雨綢繆 我們一定會站在保護本國勞工的立場 來距離力爭 好 謝謝 謝謝